賴清德全國競選總部成立的一個最新現場 目前民進黨總統候選賴清德正在致詞當中 他是在介紹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名單 更強調說當中是有非常多各領域的人才 希望政黨票這一張是一定要投給民進黨 那麼除了政黨票之外呢 剛剛賴清德也介紹台北市的八席的立委候選 主義介紹他們的一個表現 希望全部都要全雷打八席全上 那其實這一場的全國競選總是賴清德競選總的一個壓軸場 也是一個最高潮 那麼其實在這個賴清德的這個全國競選外面是進行的封接 那現場的百滿了三千五百張椅子是坐滿滿 其實很多民眾一早就來到這邊 還對希望可以進到場內 那其實場外更多的是擠不進來 民眾從後拍畫面來看擠到了這個周邊的道路 還有甚至蔓延到後面都是民眾 因為他們就是一堵賴消的風采 並且幫民進黨還有賴清德蕭美琴加油 那在蕭美琴剛剛稍早的時候也有登台進行演說 他在登場的時候民眾是熱烈的替他歡迎 而蕭美琴也說他不會讓民眾漏氣 一起來歡迎蕭美琴的這個最新做法 這下回信任台灣信任創英文總統 各位鄉親 誰最能夠延續蔡英文總統 被世界支持被世界肯定呢 你們答對了 就是我們的賴清德 賴清德會繼續延續蔡英文總統的路線 被世界肯定 被世界信賴 讓全世界都想要幫台灣 讓全世界都想要跟台灣站在一起 和我們一起捍衛得來不易的民主 和我們一起堅持我們台海的和平 和我們一起發展全球的經濟 全球的繁榮 各位鄉親 美琴在庭鄉親的財皮和困難 我有幾世人的政治上的歷練 我知道什麼時候該大聲 什麼時候該低調 什麼時候該強硬 什麼時候該柔軟 我周旋於世界上很多的 我們支持台灣的國際領袖間 我知道怎麼爭取大家更多的支持 為台灣創造更多的機會 為台灣來降低我們所面臨的外在的風險 各位鄉親 賴清德跟蕭美琴 會延續蔡英文總統穩健的路徑 繼續帶領台灣 我們這組會讓台灣人流開 蕭美琴是感謝民眾以及相信對她的支持 更說她過去三年半是替台灣的外交 在努力的打拚 她說臺美關係可以持續進步 就是因為蔡總統走了一個對的路 跟國際接軌 那她說只有賴蕭佩這一組 可以持續前進的走蔡英文的路線 更說她不會讓台灣人漏氣 這是台灣人一個國面 而賴清德也強調說 她跟蕭美琴 是唯一一組準備好的一個候選人 他們提出完整的政見 希望可以民眾支持 更說她和蕭美琴 都有一個持續讓台灣 往這個正確方向走的一個願景 希望民眾可以持續爭取 他們的一個支持 那麼這個現場民眾都非常的嗨 他們是不斷地高呼 賴清德跟蕭美琴動算 我們持續為您掌握最近現場 先把鏡頭交往跑內出播喔 先把鏡頭交往跑內出播喔 好, 但是這裡 會不會回來 你們好 那廠也會不會回來 我也會不會回來 我們符碗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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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